有一个垫片 这是装模具是用的 装模具用的 平时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装模具的时候用 然后我们为了防止它脱落了 把它在这里给它粘一下 粘一下 这样粘一下 要知道用的时候要把这个胶带拿走 这个圆 这个白色的这个片呢 是可以直接拿起来的 为了运输过程中不掉 我们用这个胶带把它粘上 收到设备以后呢 把这个胶带去掉 把这个胶带全部撕掉 放上去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啊 我们这个没拆直接放上去就行了 然后 把这个螺丝 把它放上去以后把它固定住 现在我们拆 把这两个螺丝 这两个螺丝松掉 然后它直接就可以拿起 拿起来了 一会我看一下 拿起来的样子 两个螺丝拆掉以后呢 我们来回来换一下 换一下 然后把它往上踢 呃 猛的往上踢 啊 对 有一个往上翘的感觉啊 对 然后因为它是在那个箱子里面 好 好了 好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它踢起来 它是这样的啊 然后在这里转的话 上面也会转 就被削着 啊 整个看它削着它们 把它对起来 啊 有的松一点的 紧一点的敲进去 这就是一个安装的方法 然后再把它 把这个东西直接放在上面 然后对应的螺丝给它拧上 我们会把 把这个螺丝呢 扭在这里 到时候再去拆下来装一下就行了 这样的 装上去的时候呢 就直接放上去 这两个地方呢 可以调它的位置调平 然后这两个螺丝可以松一下 把它和台盘紧紧的挨着 呃 防止漏粉 这里呢 是来挡触片的 它的高低位置也可以调 在触手动 我们在压片的时候 手动的调一下 把这个高低位置调一下 不要让它挂着螺举了 稍稍的往上抬高一点 打这两个螺丝松掉 稍稍的往上抬高一点